今天星雲大師出來 他批說達賴不應該來台灣 今天國民黨的黨主席吳伯雄也講了 不要以為危機已經過去了 他說這幾天會是關鍵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可是沈律師 現在更大的 對蠻久的來講更大的危機 這些發言都是不妥的 我覺得說達賴該不該來 我覺得鎮南宮不應該講話 我覺得這個大和尚不應該講話 因為他們也是宗教界的 還有國民黨的高層 不要這麼早就去評估 說有沒有影響 他們有沒有高興 不講 我覺得不講 人家看不出來 人家看不出來 才是應該 但是我要接蔡委員的話 今天如果劉兆玄 一個一個去檢查說 你過去的危機 你表現怎麼樣 那是對事務官處理的態度 今天內閣的改組不是這樣 你剛才跟我一樣 我套一個股市的看法 你今天11% 中心想要講的 11% 11%表現什麼意思 表現大盤破月線 季線 年線 十年線 二十年線 當你破所有的線的時候 你絕對沒有V型反彈 這就是蔡委員所說的 沒有什麼封功偉業 哪會能夠拉拔起來 普通你要一路破所有的線以後 就會在底下 這樣匍匐 像蜈蚣 那時候抓工 在那邊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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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擺足之蟲啊 死而不僵 就是這個局面 我要講的是 擺工就是擺足之蟲 死而不僵 你看一隻在那裡 其實是已經死圓圓了 我是這樣說的 我站在小林村的時候 一直在想說 8月8號這一天的日曆 我們哪一天才能把它翻過去 我們不希望我們每天都在過8月8號 我們每天在這裡不是都在過8月8號 誰 你馬英九總統 你有責任有義務 讓這一頁翻過去 翻過去的方法中間一個很重要的 重啟所有的可能性 把台灣啊 老人都找來了 不可以這樣啊 這就是希望所在嘛 就是領導力所在 出大大的太陽所在嘛 出一個大太陽好不好 不要這樣每天都是陰雨天 每天都是8月8日耶 這款日子老百姓很難過耶 我講的只有我們的老百姓 只有這麼一點點就要 希望8月8日那一天的日曆 趕快翻過去 我們希望日曆日曆一天失去一夜 這一夜趕快吃掉 吃掉的方法是什麼 馬總統你今天是中華民國總統 你是領導人 你必須拿出方案 划出方法 8月8日要翻過去 今天已經幾號啦 8月8日到已經快一個月了 你的內閣改組的時間是太慢了 今天看起來又是太小 完全沒有回復人民的那種需求 跟他的要求 我現在還比較擔心的 你現在前面的事情已經 大家想翻過去嘛 要翻過去靠什麼 靠你兩件事情 一個是重建 一個是安置 我看他們安置我剛剛聽憲宏在講 聽憲宏在講 你安置這個村 也沒有做環評啦 也沒有考慮到三波地保育條例啦 你沒有考慮到未來的那個安全性 通通都沒有考慮到 我記得我們一起在三地門的時候 有一個原住民講了一句話 你要安置我們 要重建我們 要有三個石頭 沒有這三個石頭 沒有辦法造鍋 埋鍋造飯 沒有辦法煮成飯 三個石頭 第一個是政府 政府出錢嘛 第二個是專家 第三個是原住民 你要尊重這三個人的意見 結果你就政府 我就丟錢 我丟錢真的解決問題嗎 尤其重建條例 看了就好笑 完全排除所有的採購法裡面 有關的規定 通通都排除掉 急難救助 沒有錯 但是你有急難的部分 有短程的 有中程的 有長程的 完全沒有計畫 我還擔心說 如果這1200億丟進去以後 也是丟到水裡面 也是沒有用 那我們國家 納稅錢 又來 又沒有用了 又造成另外一次傷害嗎 好 人民現在要看的 不是只有重建 六百條人命 你那個 八一八 那一夜的日曆怎麼翻過去 另外 不要以為危機過了 答案 你看他媽媽這個事情 看起來各方都很節制啊 可是今天信義法是出來批的 我們看他批的 有沒有道理 我幫我想問他講這幾天是關鍵 來 是窄情 要讓舊窄的地方來邀請他 他也不是沒有受窄的地方來邀請 就是一種 宗教以外的 我們說政治炒弄啊 台灣的經濟發展和現代教育在表現上都非常的好 更重要的是台灣的民主的成就是世界的典範 我個人呢是完全贊成民主的 所以這就是我愛台灣的原因 來 吳大哥怎麼看 我還是談一下劉兆璇 民調11% 用小學生會看的11%就兩隻腳嘛 象形文字嘛 招樓藝術啦 達賴齁 來台 其實 關鍵是北京 到底要不要維護馬英九 還是讓兩岸關係惡化 我相信 經過一番心靈的掙扎以後 北京還是會選擇支持馬英九 因為他如果不支持馬英九害怕說 那民進黨回來還會死 所以我想最後會找個下台階 其實包括我少在引述美國國務院說 不是影響兩岸關係嗎 長久了 應該是沒問題了 現在針對星雲的 其實我對星雲 我沒有見過他 但我對他的著作 他的傳記 我是非常佩服的 但他對他今天談話 我還這麼說 我覺得非常遺憾 宗教人物之間 不要做政治性的攻擊 老生入定嘛 我覺得 把星雲跟達賴一比啊 達賴顯得綽綽有餘 如如不動 你看 我覺得 星雲大師也是一個前輩啦 你看今天善國喜 你書籍主教跟大家所談的內容 所談的人文 所談的自然 我只有說我素然起敬嘛 我希望星雲大師 知道自己的角色 既然你是宗教人物 我不希望他們互相攻擊啊 以善國喜主教的表現來看的話 我寧願對善國喜更加推崇 但是我也希望 類似這種政治性談話 我不希望宗教人物 一講出來 會傷害到這位宗教人物 受人家尊敬的程度 我們看一下 至少馬英九是不是有兩個 很大的一個挑戰 吳保障今天來講 他說中國大陸方面 的確是透過網路 已經在進行攻擊了 兩岸關係是我會因此急轉直下 這幾天將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兩岸情勢的發展 有待觀察 這是一個 第二次我們剛剛講的 一個風災的回應 你的內閣該組是這樣 你滿著怎麼過得去呢 對啊 所以這是 每一件的事件 都是對它是一個 很重大的一個挑戰 其實我來看 達賴這次的一個事件 其實就這幾天的一個觀察 我覺得達賴大家也沒有脫離說 他原本要來 以這一次人道關懷 宗教之旅這樣的一個活動 所以大體上我覺得 是還滿不錯的 而且他有些的內容 也是都還滿有智慧的 可是我們覺得 非常遺憾的就是說 看到那個陳菊 利用達賴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磨求他自己政治的一個力量 我很想問他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是你要辦高雄試運的話 這個此時此刻 你會不會邀請他到達賴到來台灣訪問 我覺得這樣的討論 對於陳菊市長是不公平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 凸顯一件事情 台灣的價值只有兩岸關係嗎 除了兩岸關係之外 有沒有民主自由跟人權 我覺得蠻久正是做對了 他讓他來了 他...他...他...